他相信希拉蕾、克林頓、伊莉莎白女王也是蜥蜴人 但安娜王妃是被一種蜥蜴人的獻祭儀式殺死的 如果去探查世界上的所有權貴人士 你會發現他們都有非常純正的貴族血統 即使出現一個幹戀又沒有架式背景的人掌權 他通常很快就會死在莫名的意外裡 他當時嚇壞了 趕緊跑進車裡並關上車門 隨即衝到的怪物 用三個轉子緊急抓住了方向盤 如果他沒有逃脫的話有可能會被蜥蜴人殺掉 會員專屬的貼圖 沒錯!我們的專屬頻道會員就開張啦! YA! 就是我們有會員專屬會章 會員專屬會章 接下來還有會員專屬的貼圖 這邊 這也是加入才會有 然後就是有設立的表情包 不定期在開許願池 那周邊商品的話也會有會員專屬的折扣喔 可能我們會不定期有會員專屬的貼文 還有一些NG畫面 以及一些私底下的生活影片喔 社群看不到的就在會員才會有 對 大家聽到是不是很心動呢 趕快按加入吧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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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areDee看你的遊戲台 今天也見 ShareDee的寶寶 在那邊 大家買了嗎 趕快購買喔 賣完就沒有囉 大家說真的 他們今天又休假啦 他們今天在家裡休息 下集就出現囉 對 好 每次都開場呢 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大家看過蜥蜴人嗎 沒有 沒有蜥蜴人嗎 我記得以前有一些英雄的影電影啊 反派角色是蜥蜴人 其實蜥蜴人從以前到現在 都有一些傳聞還有傳說 就是你如果不夠搜尋蜥蜴人的話 就有說有一些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名人或是什麼 世界名人 有可能是蜥蜴人 所以蜥蜴人他是外星人嗎 對 他是外星人 但他就是比較厲害的外星生物吧 然後長得像人這樣 高智商的那種 對 然後也有人說 以前地球上最開始其實是蜥蜴人 對 有很多這種關於他的傳說 他其實是個美國的都市傳說 好 那我們今天是要講 四個蜥蜴人的真實的恐怖的影音傳說 那我們現在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蜥蜴人好了 因為大家可能還沒有什麼了解的感覺 最初關於蜥蜴人存在的說法 是來自上個世紀的美國 總共有12次關於蜥蜴人的目擊記錄 根據目擊的情況來看 關於蜥蜴人描述的幾乎是一致的 他們身高達到2米 大概200公分 也大概是NBA球人的身高 嗯 長著紅色的眼睛 力大無窮 並且手上還有腳上 都長著三根手指或者腳趾 奔跑的速度能夠達到65千名 並且關於蜥蜴人的有一個說法 有些人都認為 蜥蜴人是在幕後控制人類的物種 國際上的很多首腦都被蜥蜴人所控制 他們是來自外星的生物 在人類誕生的時候就開始控制了人類 喔 我太想到了啦 那個七龍珠的反派角色啊 就是那個蜥蜴人啊 蜥魯啦 蜥魯啦 蜥魯 你在蜥魯嗎 他跟悟空打很久的那個反派角色 他就有點像蜥蜴人 你該等什麼 蜥魯啊 蜥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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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簡單介紹了這個蜥蜴人啊 他其實這樣看起來感覺蠻恐怖的感覺 就是感覺好像可以秒殺人那種感覺 他會不會是戰鬥力很強的那個 SCP的怪物 SCP蜥蜴人 好 那待會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個蜥蜴人嘛 我們先來看這四個傳說 好 看這位朋友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訂閱 然後記得要注意到我們的IG喔 追蹤 那記得要我們的頻道會員 還有我們LINE的官方帳號 還有我們DK喔 再起來 還有我們的包包 就這邊我們的包包 包包應該快賣完了 對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這個關於蜥蜴人的第一個傳說 來看究竟他有多可怕 好 Let's go Go 好 那第一個傳說我們來看 就是有人真實目擊到的這個紀錄 就是有人宣稱在美國南卡羅賴納州 比維爾市郊的沼澤地區呢 見到了蜥蜴人 說呢 他是一種半人半獸的怪物 蜥蜴人身高呢 有打兩米多 有一對紅色眼睛 全身披滿厚厚的綠色鱗甲 每隻手僅有三根手指 雙腳直立行走 眼睛發著橘色的光 他的力氣很大 能輕易地掀翻汽車 而且跑起來比汽車還快 每小時可達6500米 他的指尖有個圓墊 可以將自己黏在牆上 最初一次的目擊是在1988年6月29日 一位17歲的當地人克里斯多福戴維斯 聲稱 他在當天凌晨亮點 從他的公司可能開車回家的路上 碰到蜥蜴人 據他說 他這張車停在 撕開浦礦石沼澤地的路邊 更換漏氣的輪胎 當他換好輪胎的時候 就聽到身後有極大的噪音 於是呢 轉身看到了此怪物向他走來 他當時嚇壞了 趕緊跑進車裡 並關上車門 隨即衝到的怪物呢 用三個轉移 緊緊抓住了方向盤 戴維斯試著猛然打開再關上車門 想將其爪子正開 但不成功 於是他要加速發動 希望下退怪物 但怪物隨即挑上車頂 隨著路面的顛簸 就讓那個可怕的怪物 驟然跌落 驚慌的獵人的戴維斯 並未敢停車以查看其傷情 在他到家之後 發現汽車的後照鏡 被嚴重損壞了 車頂上還有化痕 許多然猜測到這個怪物 可能就是爬上岸的海底人 專家紛紛前往發現地區考察研究 著名學者伊利克·貝克約爾德 把這個怪物命名為蜥蜴人 南卡羅琳納WCOS無線電台 願出100萬美元的懸賞勇士 申請蜥蜴人 可是至今尚未有人說出 蜥蜴向達爾文進化論 提出尖銳的挑戰 因此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 按照達爾文的學說 蜥蜴絕對不可能演變和進化成人 但有些人對此也有看法 他們認為在遠古人類企業的漫長過程中 存在著一些缺失的環節或空白區 直到目前為止尚未被知識小 蜥蜴人可能是遠古自在行程中的一隻螃蜥 好 我們看了呢 就是算是 第一次募集到蜥蜴人的故事吧 這好像就是比較廣為人知的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個 美國17歲的男子 就是在當天凌晨2點的時候 他在路上遇到了蜥蜴人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當時要找上這個男主角 還是他會吃人 吃人喔 因為他不是來找他嗎 嗯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要來找這個主角 想要吃吧是不是 可能肚子餓 他可能就是什麼生物都吃吧 只要有肉就吃 我記得現在現今有一個很像 就是巨大的蜥蜴 那個叫什麼 然後最南美洲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很大隻的大蜥蜴 嗯 對 現今還有 然後呢 他那時候不是就去 跑到那兩隻腳那邊嗎 然後 好險最後他不是 下退怪物就是加速發動 然後最後 因為原本他可能已經衝了喔 然後結果呢 這個漆人在他車上 然後可能就 突然加速吧 然後那個漆人掉下來這樣 好險沒有怎樣 對 如果他沒有逃脫的話 有可能會被漆人殺對不對 這好像是真實的事件喔 對 然後漆人猜測他可能是海底人 海底人呢也是另外一個傳說 說不定有機會可以做給大家看 然後呢 最後就是那個漆人就不見了這樣 然後剛才有說到 他呢 跟大漆人進化了就是產生了衝突這樣 就是漆不太可能會成為人啊 好那我們看完了這個 目擊紀錄 那你給他驚訝數多少 我覺得那個過程聽起來蠻恐怖 所以我給他8顆星 給他9.8顆星 如果是我真實遇到 那開車遇到的話 我一定也是想辦法給他跑掉 你應該是先拿手機起來拍吧 我可能會邊跑邊錄影吧 直播 對啊 好那大家覺得這個如何 想法兩眼 告訴我們也想法喔 好那第二個傳說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呢 可能是西人居住的地方喔 那叫做地下黃金城 就是科學家在印度海域呢 發現9500年前的一處 遠古水下廢墟 這處水下神秘古城 具有完整的建築結構 以及許多人的人體殘骸 更有意義的是啊 這項研究發現 將印度坎貝灣地區 所有考古發現的歷史 提前了5000年 使歷史學家呢 能夠更好地理解 該地區的歷史文化 據稱啊 這座水下古城呢 被命名為 德瓦爾卡 或者叫做黃金城 有科學家認為啊 西人呢 就是來自海底的人 也就是來自這個黃金城 欸講到 地下海底的那個城市 那個叫什麼啊 一個地下的城鎮啊 亞特蘭提斯啊 這應該很多人聽過 就是公元前360年 柏拉圖在一本著作中 活靈活現描述的 關於亞特蘭提斯古城的詳細狀況 就也是大概9000年前欸 就是一個古老的遺跡這樣子 對 亞特蘭提斯還是一個海上強國 而且呢 我們這邊剛剛是講 9500年前對不對 所以其實蠻接近的欸 那個大部分 亞特蘭提斯裡面也是蜥蜴人吧 人類以前是蜥蜴人嘛 知道欸 但是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9000多年前啊 誰知道那時候是發生什麼事情的 或是他們是 是壞新人 我也覺得不是不可能 那我們給個驚訝指數好了 那我先嗎 驚訝指數我給他 7.5顆星 我覺得那個 水下城鎮是真的 但是西人的話就打個問號 喔 所以你相信 海下曾經有那種 很多城鎮這樣 就是可能他們以前是在陸地上 然後只是因為那個時間的推移 然後就變到海裡面 水偏偏上漲 OK 10.8顆星 因為我對這種 水下的城鎮我真的非常有興趣 這種神秘的 水下的城鎮 我覺得如果是真的的話真的很酷 就是如果以前都是蜥蜴人的話 哇那真的是 天山水的力氣 那如果你有機會 你想不想要自己潛水去看那個水下世界 我不會 我不游泳 我現在就死了 那大家覺得如何 笑容顏 告訴我們 你覺得會有蜥蜴人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三個吧 就是關於蜥蜴人存在的陰謀論 好就是許多非洲的王室啊 都宣稱擁有神的血統 這個證據可以從模仿爬蟲類的特徵看到 由於蜥蜴人隨著年紀增長 下巴會長出骨骼式的螺旋衍生物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 埃琪的法老往下巴黏著一個東西 蜥蜴人腦袋比人類大 所以人類的國王們頭上頂著王冠 阿拉伯人戴著蟬頭巾 圍巾海盜頭盔長了兩隻腳 全都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利的遊生授予 非但如此 蜥蜴人還跟人類交配身子 限制皇室血統的通婚條件 為了是掌控地球的權利 這證明蜥蜴人原本就來自於這個地球 所以才有辦法直接伸出混血而來 蜥蜴人不但擁有超能力 還運用學校施打疫苗的方式 關閉人類的靈眼 使小孩子看不見他們的真面目 他們甚至如何操控人類的意識 讓人類以為他們與常人無異 戴維有些朋友 就看見喬治不息瞬間變成一個蜥蜴人 他相信希拉蕾、克林頓、伊莉莎白女王也是蜥蜴人 但安娜王妃是被一種蜥蜴人的獻祭儀式殺死的 如果去探查世界上的所有權貴人士 你會發現他們都有非常純正的貴族血統 即使出現一個幹練又沒有家事背景的人的掌權 他方向很快就會死在莫名的意外裡 蜥蜴人所到之處都在毀滅森林 穆特瓦說 若德西亞幼木對蜥蜴人有毒 可以殺死他們 當地球上的雨林正在減少時 你會發現大多都是幼木被摧毀 不但如此 在歐洲人入侵非洲前 人們時常看到一種奇異的生物 摩諾波斯到處觸摸 一種只有一隻腳到處跳的生物 身上掛著十字架相簾 所以當黑人看見傳教士身上的十字架就明白了 他們把傳教士當成神來看 但其實他們預先看見的十字架 是先讓非洲人放棄抵抗的布局之一 南美洲也有類似的例子 但事實上早已被蜥蜴人抹去 他們創造了虛假的歷史 OK好我們看完了 關於蜥蜴人的陰謀論啦 一開始不是講到就是有很多那種地球上 很成功有名的那種企業家或是大明星啊 或是什麼總統類的啊 有可能都是蜥蜴人 因為他們想要控制全世界啊 所以那幾個某個領域的頂端的人呢 都可能都是蜥蜴人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覺得是打一個問號 但是我真的覺得那些就是 很聰明的人他們真的是 智商很高的可能真的不是地球人吧 馬斯克可能也是喔 就是他們也許是外星人的智商喔 對啊 就他們就是他們的思維跟他們成功的方式 就是我們一般人想不到的 他們看事情的角度都是跟我們不一樣 現在就有人在懷疑那個馬斯克是外星人啊 因為他現在不是 全世界最有可能帶地球人飛到月球的那個人嗎 所以呢 馬斯克可能說不定是蜥蜴人 如果大家有那個什麼資訊想要就是補充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對 那剛剛以上那個陰謀論啦 就是就是很多網友跟文章的猜測啊 對所以呢 我們講的不僅僅真的 就只是猜測而已 好那我們先給一個陰謀指數啊 好 陰謀指數給他多少 陰謀指數給他 8顆星 12.6顆星 哇這麼高 對因為陰謀論這種事情呢 就是有可能也不可能 就是都有可能發生這樣 好那大家對這個蜥蜴人的陰謀論有什麼想法嗎 看一下後來告訴我們囉 好那第四個關於蜥蜴人的傳說啊就是說 就是蜥蜴人呢曾經好像統治過地球 還是有一個美國的斯多特斯瓦洛 自稱呢曾在紐約的蒙陶克工程呢秘密基地工作 他說整個蒙陶克工作範圍呢包括與外星人合作 時光隧道瞬間傳輸意識控制時間等等 該項目結束後啊大部分工作人員呢被洗腦或除掉 只有幾少數人成功逃脫並開始了公開的生涯回顧 斯多特斯瓦洛呢說在非常久遠的時代啊天龍座星系 居住著一種高智能的生物 就是像爬星類的生物或者是蜥蜴人 斯瓦洛趁在蒙陶克工作的期間呢曾通過高科技手段 與天龍座的蜥蜴人呢進行了心靈感應交流 他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啊蜥蜴人或爬蟲類 是鮮魚人類最早來到地球的生物 大衛艾克呢是一個英國作家有人把他當成瘋子 在大衛訪問一位南非巫師木特瓦的影片中啊 木特瓦揭露古老非洲承受過蜥蜴人的同志 他本人也曾被綁架過 木特瓦呢在片中拿出一幅畫 上面畫著他所謂的蜥蜴人 畫上的東西呢並不罕見 在埃及丹德拉的哈索爾神殿裡 也同樣畫著類似蜥蜴人站在法老身旁 羽蛇神的傳說呢出現在世界各地 古墨西哥傳說羽蛇神呢 將知識赤於中美洲人 尤卡坦文縣告訴該區原住民夏安人 他們的名字正是蛇的傳人的意思 他們的同志的名字叫做Izzana 並被刻畫為半人半蛇的形象 OK好我們看完這個關於 西人曾經統治地球的這個傳聞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覺得西人曾經統治過地球嗎 我覺得一半一半耶 那種古老的一些那種智慧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啊 但是如果曾經統治過應該會有紀錄吧 應該歷史上應該看得到這個紀錄啊 壁畫之類的 對啊可能會留下文字或是 一些種種的證據跟足跡啊什麼的 所以他們不想讓人家知道啊 就把它毀滅這樣 還是我們身邊其實就有蜥蜴人 就是你 搞一搞智商就是我啊 那你一定是蟑螂人吧 你一定是蟑螂人咧 你一定是蟑螂人 美女謝謝 那對於這個西人統治地球的這個說法 你覺得真的還假的 Header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好那給他 驚訝指數你給他多少 驚訝指數我給他 8顆星 雖然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性 但是我總覺得他好像是可能會發生的 好那我給他 10.9顆星 你給那麼高 因為我覺得呢不是不可能 雖然呢我們目前歷史根本沒有讀到什麼蜥蜴人 但是蜥蜴人傳聞到處都有 而且呢 不管陰謀論啊 曾經募集到啊 然後或是 曾經統治地球這種傳聞呢 就是好像真的有可能發生 又感覺是有人編出來的 就可能一些 微小的證據然後去拼湊起來 其實都有可能啊 但是呢 真的就是要有證據啦 如果證據真的是很明顯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可信一點 對 你就會覺得說好像真的有點真實性 好我們看完啦 看完這個蜥蜴人統治地球的說法 大家覺得 相信嗎 你相信蜥蜴人統治過地球還是 沒有 根本就是亂說的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覺得有蜥蜴人嗎 下方留言 go 好沒錯那我們看完了今天 4個冠軍蜴人的真實的恐怖傳說啦 哪一個讓你最相信會有蜥蜴人的說法 我覺得最相信你的怕的話 應該是那個啦 水底下世界的那個 那個是真實有可能發生的 對因為那個是真的 你知道說 在那個國外某個地方真的有那種 水底的世界嗎 就是古老的遺跡 然後埋在那個水裡面這樣子 因為他是真實存在 你會覺得喔好像有點真實性 OK好那我自己看完啊 我對於那個陰謀論 我覺得還蠻欣喜的 因為我曾經有懷疑過啦 就真的像馬斯克 就這麼地球最突出 最不一樣事情的人吧 因為他創造了這個特斯拉對不對 然後現在又要飛上月球 目前都沒有單一個人 可以做到這麼厲害的事情 就真的很厲害很天才 對就很像外星人 就是做一堆地球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很懷疑 真的像馬斯克那種厲害的人 最近會不會是外星人來的這樣 所以呢他們是不是蜥蜴人 我也是蠻好奇的 好那大家對蜥蜴人什麼想法嗎 還有什麼 你有什麼看法 或是你有知道一些蜥蜴人相關的 歷史紀錄啊 或是一些更有證據性的說法 可以人告訴我們喔 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對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或者是你有什麼補充的意見 都可以跟我們說 小朋友留言 好那如果還想看是怎樣的 都市傳說的系列 可以人告訴我們喔 留言起來 我們就會拍給你看喔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鈴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追蹤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會員 還有我們的袋子 記得買袋子 還有我們的觀眾帳號 阿滴卡喔 好那希望你們 下一個影片就出現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